车来了 家住台北的78岁张老师 每个星期为了教课 往返台北到云林 年龄超过65岁 他们买的是这张进老票 平日半价一百九 假日两百一 但从明年起 半价优惠小确幸没了 从半价变原价 不少老人家气得跳脚 事实上云林县日统客运 早在11年前 配合县府政策 贩售禁老票 却迟迟等不到 中央编列的预算补贴 再加上高铁云林镇开通 买全票的旅客变少 不堪长年亏损 决定停售禁老票 我们长期以来 去吸收政府 他应该要依法编列预算 去做补贴的办票的差额 那这块政府一直没有做 偏向的国道坑越者 在经营上 真的是有面临到的困境 根据国内老人福利法 大众运输工具业者必须提供 65岁以上老人半价优惠票 但法规单纯 鼓励性质并无法则 业者少了政府补贴 一个月亏损200万 两年超过4000万 忍痛取消净老票优惠 但未来是否还有其他客运业者 选择跟进 恐怕也将引发骨牌效应 杰伦文兵云林报道